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到小中马《茶花女》的故事 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 因为生只是时间的一部分 而死亡却属于永恒 这是川科在著名作家《小中马墓碑》上的一段话 在离他的墓不远的地方 埋葬着他曾深爱的女孩 他为她写下《茶花女》一书 一对明明相爱的恋人 却没能走到一起 一个绝世美人香消玉允 留下一个悔恨流涕的青年 至死都念念不忘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一个春天 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 发生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情 青年阿尔蒙在巴黎一家精品时装店门口 遇到一位服饰典雅的女孩 她戴着一顶意大利草帽 穿着漂亮的白色花边长裙 她美得令周围人嘖嘖称赞 那一刻 阿尔蒙像被钉在地上似的 她隔着橱窗看女孩选购东西 然后又目送她坐上四轮马车离开 等女孩在她的视线里消失 她才能挪动脚步 向店铺的小伙计打听出女孩的名字 Marguerite Goddai 几天后 阿尔蒙和朋友到喜剧歌剧院看戏 阿尔蒙再次与这位绝代家人相遇 朋友带阿尔蒙走向Marguerite的包厢 阿尔蒙情不自禁 项目朋友认识这么漂亮的女孩 而朋友只是轻轻说了一句 这位绝代家人不过是一个妓女 她喜欢佩戴茶花 大家称她茶花女 阿尔蒙的心里一沉 尽管知道了她的身世 当近距离与茶花女对坐时 她抑制不住 狂跳不止的心 如同一首歌里唱的那样 借我今天来相见 借我春天终遇见 千年只等一份传奇 相遇太美 阿尔蒙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燃烧起来 她清楚地感到 自己爱上了这个女孩 从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一个春天开始 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 能在时间的荒野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在最好的季节 与千万人中最好的年纪 遇到心爱的人 阿尔蒙跟着朋友 来到玛格丽特的家 看这个二十岁的女孩 像一个脚夫一样 讲粗俗的玩笑 跟男人纵情开怀大笑 唱歌跳舞 玛格丽特在欢笑的时刻 突然脸色苍白退回内室 阿尔蒙跟随她进了房间 看到玛格丽特咳咳不停 吐出血丝 阿尔蒙哭了 她心疼不已 玛格丽特安慰她说 像我这样的姑娘 多一个少一个 又有什么关系呢 并且失望地说 在她生病的两个月期间 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 阿尔蒙跟他们不一样 那两个月里 她每天都在探听 她的病情 现在她要照顾她 治好她的病 让她过清静的生活 她要给她幸福 让她永远健康美丽 玛格丽特笑了 她说 一个吐血的 一年要花费十万发廊的女人 对公爵这样一个 有钱的老头来说 是可以的 但是 对您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 是很麻烦的 茶花女身边 有两个男人 一个是老公爵 在茶花女生病疗养期间 恰好老公爵 生患绝症的女儿 不久前刚刚去世 茶花女酷似老公爵的女儿 老公爵无怨无悔地 满足茶花女的物质享乐 只要允许自己 能够实时看到她就可以 另外一个 是青年伯爵 她喜欢茶花女漂亮的外表 为她不惜花重金 买她喜欢的一切珠宝首饰 哪怕倾家荡产 也在所不惜 阿尔蒙空有一腔爱衣 却无法给玛格丽特 所需要的金钱 爱情只有鲜花 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面包 爱是什么 圣经中的答案 令无数人喜爱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阿尔蒙对玛格丽特的爱 就是这样的 阿尔蒙像所有人一样 他不想错过 他想牢牢把握 他要大胆表白 用一片赤诚 赢得一份真挚的爱 可是阿尔蒙错了 并不是所有的爱 都有结果 也不是 仅凭一枪真诚 就能跟心爱的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爱情总是神圣的 世界 总是凡俗的 有人说 没有两个人 能爱到毫无缝隙 那个缝隙 哪怕再威信 也能被金钱 地位 名誉 等等锋利的针尖 刺尽 并隔离 阿尔蒙不顾一切 带着玛格丽特 来到乡家养兵 她用爱 医好了她肉体 和精神上的创伤 她要用一生一世 守护心爱的女孩 他们在乡间 是彼此相爱的恋人 没有人知道 玛格丽特的身世 没有纠缠她的情夫 她在乡间的阳光下奔跑 因为相爱 让她变得 越来越阳光 越来越健康 玛格丽特像个 十岁的女孩一样 在草地上奔跑 追一只蝴蝶 有时候 她在草坪上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凝望一朵普通的花 爱情太美 现实太残酷 一个人 几句话 足以摧毁 两人的幸福 这个人就是 阿尔蒙的父亲 他告绩儿子 您已经二十四岁 想想您的前程吧 您不可能永远爱这个女人 她也不会永远爱您的 你们两个都把你们的爱情夸大了 您断送了一生的事业 再走一步 您就会陷入泥坑 不能自拔 一辈子都会为青年时期的失足而后悔 这样的话 对一个深陷爱情的年轻人来说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阿尔蒙拒绝了父亲的要求 他可以失去一切 却不能失去爱情 阿尔蒙的父亲 转而找到玛格丽特 他表达了家庭地位的悬殊 玛格丽特不洁的绅士 会把阿尔蒙给毁掉的事实 玛格丽特热泪双流 他发誓 保护阿尔蒙的名誉 并与他断绝一切来往 不久 阿尔蒙接到了玛格丽特的绝交信 他又回到巴黎 继续过起奢靡的生活 身边的男人重新聚拢过来 为了讨他欢心 给他买各种珠宝首饰 阿尔蒙只好面对现实 给玛格丽特寄去了一封信 再见吧 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式的爱您 但是我力不从心 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式的爱您 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 那么 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 对您来说 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 对我来说 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 玛格丽特的离去令阿尔蒙痛苦不堪 他认为玛格丽特因为迷恋金钱而离开自己 于是他在各种场合羞辱她 用玛格丽特的痛苦换得心理上报复的快感 后来 阿尔蒙看到死去的玛格丽特的日记 才知道了全部真相 他才知道玛格丽特每次遭到羞辱后 既难过又开心 因为阿尔蒙愤怒的背后是因为爱 他眼看着这个深爱自己的人 却无法靠近 无法向他吐露实情 他身边有肯为他花钱如流水的男人 却没有一个像阿尔蒙一样 如此深爱他的男人 作为一个风月场中的女人 能拥有这样一种爱 应该是幸福的 阿尔蒙得知事情后 才看清玛格丽特原来是这么一个 纯洁善良的女孩 她用离开来维护阿尔蒙的名誉 她愿意一个人承受痛苦 成全心爱的人 阿尔蒙却一次又一次地无情伤害她 除了悔恨 就是终日一泪洗面 她的心随着心爱的女孩 一起埋葬 又是一个春天 阿尔蒙来到玛格丽特的墓地 墓前的山茶花 像玛格丽特一样 散发着圣洁美丽的芬芳 现实生活中 爱情已经像一件奢侈品 被票子、房子、车子、老子等等绑架 纯洁的只因为爱而爱的感情 越来越像一种西式名品一样 罕见 不是现实越来越残酷 是有太多 除了有爱银水宝之外 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 生存的不易 谁不想遇到一个既能给你面包 又能给你爱情的人 眼睛 眼睛为你下着雨 心却为你打着伞 一生一世 只爱一个人的美事呢 遇不到 读读别人的故事 做做自己的梦 也是好的吧 玛格丽特七美的爱情故事 令人惋惜 真正的爱情 不是因为金钱多少 而是你是否能把它放在心里 一起面对爱情的琐事 相知相守 才能让感情长久 多读一读这样的明著解读 从别人的故事中 借鉴他们对爱情和人生的态度 才更能懂得如何过好这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